考試委員任期將在八月三十一號屆滿 不過新人士卡在立院還沒審查 恐怕影響國考生權益 綠委要藍白回頭試案 民進黨副秘書長何博文也發文批評 白藍白爛八月不開臨時會 考試院勢必空轉 國考期程停擺 總計將了五十萬國考考生 可能無法如期應試 上市明年一月到二月 陸續舉辦公務人員出考 高普考 醫師 護理師 社工師 導遊 警察 外交特考等多項考試 影響公民營 機關運作 但即便如此 藍白依舊不帥 一直到月底 不到兩個禮拜怎麼掙扎 這個禮拜審查 下個禮拜就投票了 你說完全就是有一個同意權 包括NCC的 包括考試院委員的同意權 那這個他吵出來了 應該用延會的方式來處理 包括一些重要人事案 可是當時執政黨是反對的 那麼如今他們也許意識到說這個的重要性 所以要增加臨時會 我們已經講得非常明白 就是我們不隨之起舞 藍白彩的印不開臨時會討論人事案 而民進黨則正式發函 立法院長韓國瑜 針對人事案召集朝野協商 就看協商能否達成共識 以考生權益為優先考量 參選張韓神時宣S小組台北採訪報導